小熊市三明區鼎立路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这是一名邱姓男子 跟他的同居女友之间 因为财务问题起了纷争 上午女方是跑到了 邱姓男子摆摊的地方要钱 而且还扬言要分手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冲突 这一名邱姓男子 竟然是拿起了一把利刃 追砍他的女朋友 女友送应之后宣告不知 穿着红外套的下姓女子 在巷弄里狂奔 他的男友邱姓男子 则是跟在后头 手上拿着一把利刃猛追 追了大概三百多公尺 下姓女子摔倒在地 他的男友立刻衝上前 拿利刃攻擊 邱姓男子不但攻擊女友 剛好這時候有便衣刑警經過 拿警棍打掉他手上的利刃 其他人一涌而上 將邱姓男子壓制在地上 但這時候下姓女子 已經沒有生命迹象 緊急送醫 鄰居說 邱姓男子跟下姓女子 已經交往同居好一陣子 兩個人有金錢上的糾紛 下姓女子常常借顧跟他要錢 上午邱姓男子在市場擺攤賣魚 下姓女子又跑到攤子跟他要錢 甚至還揚言要分手 雙方發生激烈口角 邱姓男子才隨手拿起立刃追砍女友 受傷的下姓女子送醫急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而邱姓男子則是被帶回警局訓問 要來釐清行凶的動機跟原因 記者楊宗明 高雄報導